大樓外牆的磁磚 東缺一塊西缺一片 遠遠看起來就像打了馬賽克 不但不好看 還可能會砸到人 這棟位在彰化火車站附近 屋林有28年的社區大樓 因為管委會沒錢無法整修 只能假期枉子避免砸傷人 但這樣的情況 卻沒有影響到這裡的房價 以9月最新成交價來說 一瓶14.8萬 比周遭同屋林的社區 還要貴了2萬多塊 為什麼大家想要買 這樣外觀不佳 又有著安全隱憂大樓 方仲說雖然不少人 的確會被外觀嚇到 但在地人也知道 這棟大樓的管理委員會很健全 只是因為經費不足 無法維修 不過到底還差多少 才會讓管委會遲遲不休 管委會強調如果所有的住戶都願意分攤 錢湊到了一定會立刻維修 但目前還無法取得共識 不過最近磁磚剝落情況已經減少了 加上有駕網資也會提醒住戶要多留意 而新無良趙英光 謝忠義彰化報導 最終的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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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